Hi My name is Kyle Ewan 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一根超級大的黑色大棒棒 就是這一根 那這一根是Skier頂天立地架 那其實也有很多很多品牌的頂天立地架 我也看過很多很多品牌的頂天立地架 像是KUPO的 但是他們都沒有一個這一支頂天立地架的優點 就是它可以分解 就因為頂天立地架非常非常的長 那這一根頂天立地架可以直接砍半它的長度 所以你在攜帶的時候就會方便很多 那分解之後就會變得超短 那你在室內移動的時候就會非常輕鬆 像是KUPO也有頂天立地架 但是他們沒有像是這樣子可以砍半 所以它的頂天立地架最短就是200多公分 那像是有門啊 你要穿過門 或者是你要穿過一個室內的狹小空間的話 就會比較困難移動 那這個就會輕鬆非常非常的多 那如果玩攝影或者是燈光的人 一定就會去買C-Stand 或者是鋁腳 或者是輕的燈腳之類的 但是這一支頂天立地架 我覺得非常非常適合小小空間來使用 為什麼呢 因為這一根頂天立地架可以塞到角落 這超猛耶 你看 這是C-Stand 或者是燈腳 沒有辦法放到的位置 所以你只要有一個小夾子 你就可以把任何燈 任何攝影機 飛到這個頂天立地架上面 真的是超猛 就像這樣子 超猛 你就可以把你的任何燈光 或者是攝影器材 放到一個 你平常沒有辦法用燈腳 或者是你需要用更多工具 來放到的位置 可能是一個 7號桿啊 或者是一個 延伸壁之類的 才能放到這個位置 而且你會佔一個很大的空間 頂天立地架根本 我可以自由移動 而且不會影響到這根頂天立地架 就不會像C-Stand 你會絆倒啊 燈腳你會踢到之類的問題 然後這一根可以分解成兩段的頂天立地架 還有另外一個優點 就是你平常頂天立地架 最短就是可能是200多公分 所以你在一個比較矮的天花板 或者是比較矮的地方 可能那一根頂天立地架就會超級長 沒有辦法使用 但是這一根可以分解成兩半的 你就可以把這個 頭換到這裡 我們就有一根 超級短的頂天立地架 你就可以放到一些小小空間 像是我的櫃子裡面 就像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直接把我的頂天立地架 撐在櫃子裡面 就是一個比較矮的高度 我也可以把頂天立地架撐進去 超猛 這也是一個 你可能平常沒有地方夾的地方 像是你有各種夾具嘛 但是這種 只有90度沒有地方夾的地方 你就沒有辦法把燈放在這裡 但是有了這根頂天立地架 你想要把燈、攝影機放到哪裡 都可以 這真的是超棒 那頂天立地架也可以像這樣子橫著頂 但是你使用就需要注意一下你的沉重 因為它 有可能你放太重的東西 它就會往下滑 就會稍微危險一點點 像這樣子橫著頂 大部分就是我想要在一個人的背後 頭頂上飛盞燈 那我可能只是要飛盞小燈 就我只是要勾勒它的頭髮 或是就點亮 勾勒一下它的輪廓而已 不會飛盞很大的燈 那我就可以用這樣子橫著 然後飛到我的上方頭頂 然後這樣子我就不會有燈出現在我的畫面 或者是有燈角 或者是我也不需要用什麼一根很長很長的蹦桿 飛到人的頭頂上 一根頂天立地架就這樣子飛到頭頂上 就輕鬆解決 那因為這根Skeer的頂天立地架 它可以分成兩節 所以呢 它上方這一節沒有辦法固定 東西就會 可以這樣隨意的旋轉 算是優點嗎? 還是缺點? 就看你如何使用 那這根Skeer的頂天立地架 還有另外一個缺點就是 它感覺快要解體了 所以如果你有用過Cupo的頂天立地架 或者是Manfrotto的頂天立地架 你就會知道頂天立地架其實 非常紮實 非常穩固 就是 整個是硬邦邦的狀態 但是這一根 感覺快要解體了 OK那是我們今天的Skeer頂天立地架的分享影片 大家可以喜歡這個影片按讚 訂閱我的頻道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這裡全部都是攝影相關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yu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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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l see you next time